我是今天收到這條留言 接著呢 我才馬上反思自己 我很少會因為留言生氣 但是 這個留言我真的生氣了 你不愛台灣 Hello 大家好 我應該很久都沒試過用廣東話去拍片的了 所以這次這條片我應該都是用廣東話去說的 不過有一部分我是想用國語去說的 待會你們會知道為什麼 好啦 今天的影片就正式開始了 事緣是這樣 我就在上一段影片 主題是什麼呢 說我移民到台灣的內心想法 我拍完之後在這段時間 我都收到各式各樣的不同的留言 我自己都會看的 那我在今天的中午時間 我就收到一個留言 我看完之後 其實我沒有生氣的 我完全是覺得 第一個反應是 我都有今天了 其實我開始拍Youtube的時候 我有想過我會收到什麼留言 但是呢 我從來沒有想過有一天 會收到一條留言 是說我的廣東話 不純正的 我看到這條留言之後 真的很開心 因為我真的沒有想過 我有一天會收到這樣的留言 所以我這次的影片 我是想跟大家分享 移民之後的副作用 對了 那移民副作用的第一個 現象是什麼呢 第一點就是 當你說回母語的時候 你會發現 你自己是說不出 和不流利的 我是今天收到這條留言 接著呢 我才馬上反思自己 對了 原來我開始說廣東話是有問題的 其實我最近呢 有不少香港的朋友呢 都有飛過來台灣找我的 但是呢 我每一次跟他們聊天的 開頭呢 我會突然想不到 不知道怎麼說 是完全不懂 說廣東話那樣 我是要 露 所以我真的覺得 這個 好奇怪的現象出現了 我不知道我不是自己 發生了什麼事 其實呢 就好像我現在拍這段片一樣 當我用回廣東話去拍的時候 或者去講的時候 我是完全沒有那個能力 我沒有了以前的轉數 很快的能力 去想我下一句應該怎麼說 完全是不相信 所以其實當我看到這條留言 我不是生氣的 我真的覺得 咦 原來自己有一天 是會出現這樣的情況 我也很驚訝的 好老實說 那我不知道留言的人 會不會看回這段片 那跟你說聲不好意思 對了 還有呢 我覺得自己現在呢 是兩頭不對按的 我國語呢 其實真的 不ok的 有留言說我的國語 是聽不清楚我說什麼國語的 現在好像變得 廣東話又不清楚 國語又不清楚 對了 所以我覺得呢 如果你們 都有機會移民 或者你們已經移民了的話 可能你們都會出現這樣的副作用 對了 這就是第一個的副作用 好了 第二個副作用是什麼呢 不知道大家移民的時候呢 移民之後有沒有發現 當你說回母語的時候 你會說了國語版的廣東話 啊 即是說了書面語的廣東話出來 對了 給大家一個例子 我之前有一個香港朋友 就來了台灣找我的 然後呢 他就問我 咦 你剛剛吃了飯沒有 不是 他是問你吃了飯沒有 然後我就跟他說 我剛剛吃了飯 對了 就是那個剛剛 這兩個字 正常呢 廣東話應該是說 我剛剛吃了飯 但是呢 我就說了我剛剛吃了飯 是不是很神奇啊 當你移民了之後呢 你要調整自己的腦 第一個想的語言是國語 而不是廣東話 其實是搞得很混亂 其實我不只國語和廣東話 要調整 有時候呢 如果有些外國朋友呢 我要調整英文 老實說 當這三種語言的人 的朋友都在同一個現場 我是搞得很混亂的 因為我之前去泰國呢 有些朋友是說英文 有些朋友是說廣東話 有些朋友是說國語 三種願言 還有三種不同的文化 都在一起呢 你真的搞得很混亂的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遇過同一個情況 或者這件事有沒有在你們身上發生過 我還在努力說國語 不過 嗯 對啦 好了 第三個副狀容呢 就是當你很累的時候 而有一個台灣人跟你說話的時候 你是會不小心講了廣東話 而你自己是不知道的 對啦 我自己發生過那幾次的 就是Henry跟我聊天的時候 我是 因為我當時呢 是很累的 但是我們還是在外面的街上 那他問我的問題呢 我是很自然用了廣東話去回答他 但是我回答完之後呢 我是不察覺 我是用了廣東話去回答他 然後 他問我 講什麼 然後他問我講什麼的時候 我才知道 原來我剛剛是講廣東話 不是講國語的 對了 就是這個副作用的存在 我都覺得幾有趣 死了 大家 覺不覺我現在講的廣東話 又開始抖著抖著 唉 這三個副作用呢 真的很強勁 大家如果有機會移民的話 或者移了問的話 可能你們都會遇到這樣的情況 但我沒有辦法 要一些時間適應 好啦 剛剛呢 就是三個我覺得移了問之後 會產生的副作用 我都覺得幾有趣的 真的是我一句 我都有今天啦 我人生 有想過各式各樣的comment 但是呢 我沒想過有一天呢 是有人會留言 說我的廣東話呢 不順整的 所以 真是很有趣 好啦 那 副作用呢 就講完了 那我之後 我想說的話呢 其實我上一段片 出了街之後呢 嗯 我收到一些不好的留言 而留言那個呢 應該是台灣人 所以呢 我之後說的話呢 我用國語去講 因為我看完之後呢 我真的是很生氣的 還有有點過分 也都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或者我不知道 是不是有什麼 誤會存在在這裡 所以呢 我也都很想在這段片裡 再 講多一次 好啦 我現在開始就會講 國語 在三個影片裡面 我就提到 我本身是沒有打算 移民去其他地方的 然後我也沒有打算 移民去台灣 但是我沒有打算移民去台灣的原因是 主要原因是因為我的 語言能力的問題 因為我本身不太會講國語 所以我不會移民到台灣 但是我發了那個影片之後 就是有人留言說 哦 你不愛台灣 你不愛台灣 就不要移民到台灣去 然後還有一個超過分的留言 就是說 你是為了台灣的身份證 還有居留症 所以 你去找結婚 這個事情 其實真的蠻過分的 所以在這個影片 我也好想說一次 因為哪個是台灣人的 不過我覺得 很多的台灣人 都是很好的 但是 我看到哪一個留言 我真的覺得很生氣 然後也覺得很過分 其實我好想跟大家說 我是蠻害怕講國語的 從我移民到台灣 我跟Henry其實也蠻 慘 蠻 想 蠻慘 吵詐的 但是我們吵詐的 我們很多次吵詐的原因 都是因為 誤會的存在 就是因為 我 講的國語 可能沒有辦法完成 還是很準確 表達我內心的想法 所以 變成中間會 產生很多誤會的存在 就好像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 試過講英文 有時候你可能會講一些英文 但是其實你講的英文 給你的感覺是沒有禮貌的 但是當你會講一些英文的時候 別人可能會 當你是一個會講英文的人 也覺得你講的就是哪個意思 就是沒有禮貌 但是你們有沒有想過 可能是我本身的用字沒有那麼多 所以我 長出來 沒有完全表達我內心的想法 而產生一個誤會的存在 可能你們現在聽我講的國語 你們 也 也懂我 在說什麼 但是有時候我的用字 可能沒有辦法 還是我沒有了解台灣的文化 變成我長出來的話 給你的感覺 是 不是 同樣的意思 所以這個原因也是我很害怕去講國語 的原因 對 然後我也不知道 是不是有什麼誤會的存在 在我上一個影片 不過我真的覺得 他們的邏輯 是蠻奇怪的 我也在這個影片跟大家分享 我再說一個例子 就好像 法國 我想問一句 如果你們不太會法文的話 你會不會移民去法國 我想你們應該不會吧 因為語言的關係 但是 你可以為了 愛一個人 去學習 展 畫文 然後移民到法國去 但是 你本身 因為語言的關係沒有 打算移民去哪個國家 不會說你不愛這個國家吧 這個邏輯真的有點奇怪 我也搞不清楚 為什麼有這個邏輯 產生出來的 然後 也好想再說一句 上有銀沛 那個留言就是提到 我是為了台灣的身份證 還有居留證 而假結婚這個事情 我真的覺得超過分 有夠過分的 我是沒有辦法做到 為了另外一個地方的身份證 而假結婚 這是 就是 你要離開你所有的朋友 離開你的家人 搬到另外一個地方 就是為了 騙身份證 還是居留證 我搬不到 可能你搬得到 但是我沒有辦法搬得到 所以 我覺得那個留言 真的很過分 我很少 會因為留言 會生氣的 但是 這個留言 我真的 生氣了 對 對 所以我現在就 有點衝動 走了出來 要拍這個影片出來 最後就是跟大家分享這件事情 因為 我真的很生氣 我也 對 我真的很生氣 這個就是我的表情 真的 傷心跟超生氣 不過 就是我看到留言之後 我要嘗試回應過一次我的想法 就是看有沒有什麼誤會 然後他還可以 再留另外一個更過分的留言 然後我已經把它隱藏起來 所以如果你們去找的話 應該也看不到那個留言 我也忘記截圖 如果下次有資格 就是就再一次發生的話 我也不怕跟大家分享 因為真的有夠過分 其實真的蠻傷心 也真的超過分 對 不好意思 好了 不講那些不開心的留言 不過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我還是講回廣東話 我要練習一下我的廣東話 不然我可能過了幾個月 我就不太可以講廣東話了 好了 今次的影片就到這裡了 大家如果還沒訂閱我的頻道的話 就在下面按下訂閱那個鈕 還有按讚支持 好了 今次的影片就到這裡了 我們下一段影片再見 拜拜